高雄市長 陳其邁上午 復議會接受市政總質詢 進行到一半緊急告假致欠離席 因為高雄疫情首度 單日新增確診破兩百例 密切接觸者一百八十例 中以同住親友八十五例 佔了最多 特定娛樂場所十九例 八處酒吧 小吃部等都有風險 在左營哈囉市場 也有六人群聚 包括攤商和載運貨運工藝商 而針對三加四新製居家隔離 解隔人數多達五千三百多人 快篩量能夠不夠 市長再三掛保證 再看到臺南新增一百七十三例 同樣首度破百 確診人數不斷攀升 為了讓燃疫民眾能迅速被安置 拿著快篩陽性的檢驗試劑 不要搭乘大眾檢驗工具 就自行前往 這些community社區裁檢的醫療院所 去複驗PCR 給出指引簡化通報流程 避免衛生單位忙於疫調 反而讓民眾等待被安排的時間 拉得過長 華視新聞台南高雄綜合報導